会云小课堂 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鱼娘 悄悄问一下大家 有喜欢猫儿娘的小伙伴吗 有没有指着自家主子喊过 给我便 虽然拥有一只真正的猫儿娘不现实 但画出一只属于自己的猫儿娘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画出软蒙灵动的猫儿呢 今天小鱼娘就来为大家揭秘猫儿的画法 首先就和画人的耳朵一样 我们要确定耳朵的位置 因为兽儿的种类繁多 耳朵的位置也就或前或后各有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找参考啦 比如现在要画猫儿娘 你就可以撸起你家的主子仔细地观察一份 哎 你说你还没有主子啊 那就只能先委屈一下 再网上查找资料吧 准备齐全后我们先观察看猫脸的正面 看一下耳朵的比例和位置 可以发现两只猫儿的总宽度和头部几乎等宽 两只耳朵的尖区大概有一只耳朵的距离 耳朵的长度与宽度大致相同 注意耳朵不要画得过高 否则看起来会更像犬科类的耳朵 比如狗子和狐狸 接着看猫头的侧面 你会发现猫的耳朵与人类一样 也是在头部竖直中线靠后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主子转两圈观察一下耳朵形状 很容易看出来这是一个近似三郎锥的集合体啊 这里小鱼娘插入一条小只舌 你知道吗 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耳朵都是在头部竖直中心靠后的位置 有些动物的耳朵看起来非常靠后 其实是因为它们的鼻子很长 导致产生的错觉罢了 这可能也是一种神秘的自然规律吧 在了解猫耳的这些特征后 我们就可以给你的角色添加位置 比例形状都正确的猫耳啦 但是与猫不同 人类还有着柔顺的头发 这往往会让很多新手不知道该如何将兽儿与头发相连 那么兽儿究竟该从哪一束头发里穿插出来 兽儿与头发衔接的部分又该怎样处理 才不会显得生硬呢 回忆一下 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把人类头发分成了 刘海 定发 脑后 辫子 这四个部分 这下他们又要派上用场啦 从侧面看的话 刘海加并发的位置正好在头部的前一半 脑后头发则在后一半 而兽儿不也正好位移一半靠后的位置吗 所以不论是什么兽儿 我们都应该从刘海和并发的后面 脑后头发的前面 这两个位置之间穿插出来 然后与头发连接时 为了过度更加自然 我们可以擦去三棱锥的底线 让边线和头发直接相连 接着我们要将这个僵硬的三棱锥 画得更加软萌自然 首先是要有一个自然的角度 在放松状态下 猫耳的朝向会自然的向外 所以可以从正面看到一点点的耳背 但是如果头部都是其他的角度 再加上扭转的耳朵角度 那这个三棱锥的透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不过不要紧 小云娘自有妙计 这里我们可以用矩形切割法来定位 我们可以先画其中一只耳朵 三棱锥的底面三角形 像这样 然后用一个矩形把它框起来 这样三角形与矩形就会产生三个焦点 接着我们在另一侧对应的位置 也画一个同样的矩形 这里别忘了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结果 两个耳朵的耳锯是一只耳朵的距离 然后再按相同的比例复制着三个焦点 比如这个焦点大概在三分之一处 那这边也画在三分之一处 之后连接起来形成三角形 用这个方法画出来的两个三角形 它们一定是标准对称的 最后再从三个顶点处画出侧冷 即可画出两个标准对称的三棱锥啦 这个矩形切合法是不是很简单 比起三棱锥 平面的三角形会比较好处理 而比起三角形 四四方方的矩形更好处理 而且这个方法在画其他任何需要 对称的物体时都可以用 希望同学们可以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哦 解决完角度的问题 接着来解决线条问题 我们当然不可能用这么僵硬的线条 去画这么软萌的耳朵 先放下手中的笔 去把已经逃跑的主子给抓回来 再观察观察它的耳朵 可以看到这三条线都不是直线 而是一些组合起来的曲线 比如这里的耳背 就是一条往外的弧线 但是在耳朵间这里却有一个翘起 然后是耳朵的两条轮廓线 这两条线比较复杂 我们也不需要去知道原理 直接画出来即可 完成线条后就是最最最重要的要素 超治愈的发发小短毛啊 对于猫来说 它全身上下都是小短毛 所以耳朵和头发并不存在衔接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猫耳娘不一样 会有长头发和小短毛的衔接过度 所以我们可以在所有耳朵与头发的连接处 加几根翘起来的小短毛 主要加在这三个位置 同时耳朵尖上也会有一些短毛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在耳朵轮廓上也加一些 最后是耳朵内部的绒毛 这里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个毛球 我们可以先大概的画出毛球的轮廓线 然后添加小短毛即可 画小短毛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同样需要注意节奏感 有长有短有粗有细 让它们随机分布 画的时候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意 随便画画才会更加自然 到这里猫耳娘就画好了 同学们也可以根据动物情绪变化时 耳朵的不同状态 为你的猫耳娘做出感情 比如当猫咪开心兴奋的时候 耳朵会竖起来 戒备生气的时候 耳朵就会放平 这一切也都来自于对现实里动物的观察 如果你想画一个赛马娘 兔儿娘之类的 为了画出情绪也是需要查阅相关资料的 没想到吧 画画居然还能学习生物知识呢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受耳控的小伙伴快行动起来 画出属于自己的猫娘吧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一进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